三藩市 警方逮捕抗議裁員的市立大學教師 抗議行動升級 警方逮捕在校園外馬路上正座抗議的教師 星期四下午 三藩市市立大學的校園外 在Fida Callaway的路口 原本在Kanon Hall外露營的抗議教師 走到路上排成一排正座抗議 阻擋往來的交通 警察和交警接報到場後 驅趕這班示威者 並將其中五名示威者帶走 從在Twitter上發布的一段視頻可以見到 其中一名抗議教師 是72歲的市立大學舞蹈教授Kath Berwick 她被警察逮捕並且帶走 根據校內公共網消息指 全部被捕教師已經在昨天晚點的時候被釋放 星期二開始 教師和教職員工在行政大樓外露營 以抗議後方解僱218名全職和兼職員工 最終的投票定於星期五下午4點進行 截至截稿時還未有結果 市立大學代表曾經表示 由於入學人數一直下降 裁員是必要的 但是教職員認為裁員只是會加速收生率的下降 市立大學婦女和性別研究講師 Adel Fels-Karpenter 告訴NBC電視台 在過去的三年裡已經看到 市立大學的課程被削減30% 很多學生不能選擇他們所需要的課程 被列為後補名單 這些學生不得不轉讀其他院校 她不希望見到更多這樣的情況 2012年市立大學服務學生7.3萬人 而去年秋季招生不到25,000人 這個已經不是市立大學第一次面臨裁員 2021年5月校東會投票批准了教師工會的提議 全體教師削減工資以保留所有人不被裁員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